经过两日航程 俄罗斯的联盟号太空船抵达国际太空站 并完成仓口对接 三名美国、加拿大和俄罗斯的太空人 会逗来在国际太空站大约五个月 期间会进行两次太空漫步 以及130多项包括抽血 和地球物理研究等的科学实验 联盟号是在星期三由哈萨克的航天发射场升空 自从美国的太空穿梭机全面退役之后 俄罗斯成为现时唯一有能力 在人往返国际太空站的国家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周俊熙报道